如果不是白羊普渡 多少人将流浪追逐 如果不是上天眷顾 多少心灵将无助 如果不是缘分特殊 怎会相约再成俗 如果不是因缘俱足 咱们怎能成为师徒 因为承诺誓言出 担上使命和任务 因为心疼不舍受苦 所以牵挂朝朝暮暮 因为众生性命担负 所以再苦也不服输 因为愿力如山如腹 鞭策自己夹紧脚步 自古以来道统祖祖相传 后东方第十八代祖师 乃继功活佛分灵将士 师尊姓张 名魁生 自光碧 道号天然 祖籍鲁西 山东纪宁 陈南乡 双流电人 生于西元一八八九年 遂次极丑七月十九日 诞生时北京天坛失火 黄河以北满天红光 向来浑浊的黄河 当天忽然清澈见底 圣人将士 天地垂向 师尊身有意象 平顶方头 二目重同 天资聪明 本性忠厚 并且享有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 父亲在其年幼时 清授诗书 长而有成 便志在四方 二十二岁去南京上海 有一天 接到严父病危的信 即辞职返回家乡 不久 父亲去世 丁幽之后 随着母亲操持家务 至一九一五年 当时师尊二十七岁 遇见楚老师 阐阳孔梦一贯之道 起初不敢相信 先请母亲去求道 看看如何再做决定 母亲求道又研究后 认为很好 世尊听说还能超拔父母 出离苦海 深入天堂 由于父亲早逝 未尽孝道 因此决心求道 预报亲恩 后来跟随楚老师半道开荒 从此修到齐家立佛堂 数年之间度人六十四位 因为十七代陆祖 佛规所定 度一百人 才能超拔一层父母 师尊度了六十四位以后 就无法再度更多人 由于不能度一百位 就不能超拔父母 因此 师尊内心十分忧烦 楚老师看师尊一片真诚孝心 被他感动 这时楚老师 才请求老祖师说 这位张先生 诚心想超拔父亲 就是不能度一百人 甚是难过 因此老祖师恳请老母慈悲 老母指示 由此人开始 六十四公加一果 从此诚心修到者 度六十四人 就能超拔一层父母 师尊一直未曾见过老祖师 至一九二零年 楚老师归天 老祖师听说 师尊对道前程 人才出众 才派人去找 师尊见了祖师 参加行礼 祖师问说 你的老师已不在了 你想跟谁修道半道呢 师尊说 请祖师指示 弟子听祖师调遣 叫我跟谁就跟谁 祖师一听 说声 好 你就跟我吧 从此 师尊就跟随祖师半道 师尊跟随祖师半道 并随纵左右 东奔西跑 共把圣道宣扬 西元一九二五年 二月初二日 祖师归天 百日后 老母道坛 有命让祖师老妹妹 带领天命十二年 五年之后 各处先佛灵坛批训 天使紧急 老母有命 普渡三朝 人 鬼 仙 一起普渡 上天不留一佛子 西天不留一菩萨 都灵凡 大帮助到 阴天使紧急 以阴阳合力计算 陆祖老妹妹 代理天命十二年 改为六年 一九三零年 师尊与师母 拜领天命 共同担贺 普渡三朝的重任 办理幕后一招 收缘大事 二人领天命 才能大开佛门 男女平等 皆可得到 因此 师尊师母 必须有夫妇之名 为之天作之和 各处均有 先佛灵坛指示 消息传出 各领袖的后学一听 大家笑称 自古 哪有修道 修成夫妇之名 师尊师母 正是痛心疾首 无地自容 可是 祖师做主 老母有命 重新另立道盘 各找有缘人 此时 各处大仙借窍 证明此事 因此 各处求道者 落意不绝 师尊师母 统领天命后 到处开荒下种 历尽艰辛苦劳 饱受雨雪风霜 师母 也从不视为未徒 当时 其他各领袖 也有归天者 也有半不开者 可是 大家全在毁谤 唯有跟随 师尊师母之后学 知词底细 并非人心人力 所能为 确实是天意安排 不料 在一九三六年的秋天 南京政府下令 查进自称马皇帝的教派 调查人员 不分青红皂白 就把师尊等五人 带去南京 也未问清楚 直到隔年春天 才拒绝释放 被困三百天 回济南后 先佛道坛才说 劳母以前有训 精灵无老卢 至此 才知道受锻炼 过去 历代祖师 也都受过大摩大考 在这段时期 师母在天津 济南 各处奔波 成全弟子 从此以后 道物蒸蒸日上 七元一九三八年 在天津 老母灵坛有命 历卢历会 锻炼有缘佛子 天津有纯阳炉 紫阳炉 山东有原阳炉 此外 还有少数的数次 所有受过锻炼的人才 出班后 出班后均有大愿 各处开荒颤道 一九四零年春季大典 师尊来到天津 老母道坛 还要历卢历会 锻炼人才 师尊再三恢求 孩儿担不起这个大责任 勤勉炉会 老母指示 好了 从此以后 以天地为顶炉 不再立炉会 师尊师母两位老人家 为了普渡三朝 历尽一切沧桑之心酸 受尽各种磨难 师尊未到奔波 风尘仆仆 走遍天涯海角 劫风沐雨 双餐露宿 披心带月 日夜辛劳 从龙公桥事变 到中日抗战 各处受到扰乱与破坏 师尊由济宁 迁到天津居住 至一九四五年 大道已普遍全国 在此战乱之中 师尊师母 即有些前贤 跟随半道者 虽然受了种种 不堪言喻的磨难 但是都能诚心修道 尊规守法 因此逢凶化吉 躲劫避难 平安度过 隔年十一月 四川道庆 迎接师尊师母 到四川成都 十二月 去到四川峨梅 师尊定居山路 然而魔障扰禅 日日不离身 一九四七年八月初九 有弟子 为师尊预备房屋 寺外花园环境优雅 请师尊前去 师尊挥避峨梅山 走进王家堂 这时师尊问 这是什么地方 弟子回答 这地名是王家堂 师尊一听 这地名 心中不太舒服 走进门前花园时 忽见一颗 畸形怪花果落地 面色惊疑 暗知不妙 师尊自瞻不详 自此 并是日趋恶化 便嘱咐 邀请大众 会晤于中秋 八月十五日 设宴宴请珠贤及地方名市聚会午餐 师尊在参逼跟大家训绵说 今日会晤 意义生长 时日孔明浮汗时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师尊如气四处 大家热泪盈眶 师尊讲完话 还送大家出门 慈悲地说 后会有期 大家都很疑惑 为什么师尊说这句话 下午三点 师尊 圣体圣感不适 前仙们便扶着进入 敬房休息 时已日落西山 师母倾倒 香烟矮矮 吴皇老母 帅诸天仙佛 及十大名医 临谈指示 还说安慰大家的话 说师尊病体 因大家诚心所感 无关紧要 此时师尊还想起来接驾 牵贤兰祖才未接驾 八点整 欲观止击 老母退坛后 再看师尊 赫然与世长辞 此时 老母带着师尊 返回礼天 师徒别离 在中秋 师尊归天 噩耗传来 三草震惊 正是山川寒泪 草木星碑 师尊享年五十九岁 老母赐风为 天然古佛 师尊老人家 训练的一席话 那一句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深深烙印在 弟子们的心中 师尊一声 正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